季大樱花季系列活动 之前邀请大埔里地区公共发展协会 办理樱花茶席活动 激南大学主任秘书表示 今年的樱花季活动 是透过樱花树结合茶席 民歌以及地方产业来行销 并且也办理夜间赏鹰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欢迎民众在3月3号前都能够前来赏鹰 这是我们季大樱花季 最主要的特色的话就是 樱花是主角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有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 包括了呢就是樱花茶席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有安排了像是今天 各位在后面有听到的 就是清韵民歌演唱 那此外呢 我们在学校里面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夜莹 所以说我们提供了在白天 在晚上樱花不同的一些风情 大埔里地区观光发展协会总干事 来每月表示 静南大学今年获得观光商联利的荣誉 因此今年也有不一样的展现 每一场次的插息都有不一样的装扮 所以民众来到季大樱花林 也可以一边享受音乐 一边在樱花林下品名 那静南国际大学呢 获得了我们的观光署的观光商联利 所以今年呢 有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展现 每一场次呢 都有不同的一个风格的呈现 像我们今天在静南大学 在这个荣书下 有我们的比较属于日式的一个装扮 来为大家来做私查 那么在这边呢 全国的民众来到这边 这么大的五公群的草原 那我们的樱花林里面呢 享受一个很棒的音乐 还有呢 就很好的氛围来喝茶 县员淑玉成表示 季大的樱花已经盛开 现场有许多的茶席以及产业 欢迎民众有空来到季大赏音 并且帮忙宣传 帮助地方的观光产业推展 我们福利国立静南大学的樱花 已经盛开了 因为它每年都有办理这个樱花季 我们现场有很多茶席 还有音乐 还有我们农产品的展示 非常色香味俱全 非常丰富 欢迎大家踊跃 来跟我们推广观光 包括我们有高山茶 有咖啡 一些地方的农产品 在这个樱花树下呢 喝茶别有一番风味 季南大学的樱花 目前已有八成开花 并且到三月三日止 每周都有安排市集 茶席 明歌等精彩活动 副一长排一圈也欢迎民众 有空能够来到季南大学赏樱 记者陈伟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